俄羅斯國營導彈製造商馬航MH-17航班 在2014年7月在東烏克蘭上空墜毀可能被一枚俄製導彈擊落 但導彈是從烏克蘭政府軍控制區發射 俄羅斯導彈製造商阿爾馬慈安泰公司的負責人 在星期二表示俄製三路矩導彈可能是從烏克蘭的扎羅辛斯克村發射 這個村莊在2014年7月在烏克蘭政府軍掌控之下 該公司負責人諾維波夫星期二表示俄羅斯專家已洩出結論 認為擊落飛機的導彈是一種比較老式的俄製導彈 俄羅斯軍隊早已是無用 俄羅斯國營導彈製造商在荷蘭為首的調查委員會 還有幾個小時就要宣布調查結果時發表聲明 預計荷蘭為首的調查委員會 將會解釋墜機事件的經過 但不會指出由哪一方面應該對發射導彈負責 報告還涉及到馬航班機 為何會飛越烏克蘭反政府武裝控制區 遇難者是家屬為何在幾天後才得以證實親人遇難 以及乘客和機組人員在最後時刻是否知道飛機將會被擊落 澳大利亞、比利時、馬來西亞和烏克蘭也參與了調查 墜毀核機遇難者當中有四個國家的攻略 特價荷蘭報紙星期一援引三名消息人士說 調查報告確定當時從親俄反政府武裝控制的烏克蘭東部發射了一枚俄製三胡舉導彈 2014年7月17日的墜機事件導致機上298人全部離難 其中大多數是荷蘭公民